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VR处理 我是老朋友宅老师 今天咱们先来看看HTC宣布自己的Web SDK 正式支持一只手手势追踪 另外一只手使用手柄 他们管这个叫同步交互 他们也是所有VR产品里第一个支持这个功能的 这种输入形式在一些模拟培训类软件 和特定需求的VR游戏里都比较适用 比如指挥家这个游戏 你的右手本来要拿一个指挥棒 现在就可以拿着手柄来代替 在模拟培训的VR应用里 经常要拿起一个虚拟的工具 其中一只手就可以拿起手柄的话 会比全手势最终来得更拟真 而且对于有些手势最终游戏的开发 开发者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移动方式的话 允许一只手拿手柄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总之从开发角度给了开发者更多的创作空间 同时HTC Vive XR-Elight 应该是现有可买到的VR-80G的 唯一一个带深度传感器的 所以他们也有另外一个独家的功能 就是自动扫描现实环境 这也是大家对科特3的一大期待新功能之一 刚好在科特2 V55系统测试版 就有了一段关于自动扫描现实环境的演示动画 被网友们挖了出来 虽然这个动画没有完整的渲染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到 未来玩家只要带着科特3在房间里走动 就能扫描深层相应的虚拟空间轮廓 这对于MR体验来说是大大的进步 不过这个功能到底是不是科特3发售到手开箱即用 还是需要等待后续更新才能使用 就是个未知数了 以及它扫描到深层的全部过程的效率 到底是快是慢也很难说 如果是需要数分钟的扫描绘制才能完成 那这个功能也多少是有点让人失望的 既然说到了科特3 我们再对它做一些补充 科特3会有一个更好的散热系统 这对很多朋友担忧三星的4nm工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信息来源出自MetaCTOBOY 上个月跟Meta游戏内容主管 Jason Lubin的一次电台反弹 这个节省同时也是王皮狗的联合创始人 BOY提到改进上次是科特3的最酷工程之一 即便用户永远都看不到里面长什么样子 他举了个例子 说是他们在面板上围了一圈的针状条 然后把内部的空气从那个周围一圈的小针条中推出来 总之的BOY就是很笼统抽象的描述一下没有继续深入 有没有提到科特3会不会跟Quest Pro一样 选择把芯片和内存的空间进行分离来提高散热 不过BOY在之前倒是证实了 科特3的Touch Plus手柄是具有红外LED的 这打消了很多人对没有跟中黄 会不会带来手柄最终质量下降的疑虑 也就是说科特3的手柄不是没有最终黄 而是把它内置了 但这样比起突起的最终黄 就会必不可免地多了一些头显视觉的瞒曲 因此Meta想到的办法是同时结合手部最终的效果 如果接收不到红外LED信号 就靠手部识别来确立位置 毕竟VR玩家的手肯定是得抓着手柄嘛 而节奏关键的联合创始人也发推谈到了 Touch Plus手柄的最终效果 很简单的一句话 它很好 别担心 另外一名Meta工作室也表示 新手柄在内部通过了节奏关键 装家家的难度测试 毕竟快兔的手柄叫Touch 快兰商的手柄叫Touch Plus 无论怎么讲 带Plus后缀的产品都应该更好才对吧 当然这只是对于常规玩家 对于一些资深玩家的情况就要另说了 因为我之前刷到过国外玩节奏关键的玩家说 Quest Pro的自追踪手柄 在某些时候的表现还不如快兔的手柄稳定 其实咱们纵观Meta历代Touch系列VR手柄 确实是逐步的统一了VR手柄的按键布局和造型标志 这一点相信VR游戏开发者估计是最有感的 而且无论是推出自追踪手柄 还是无追踪环的手柄 Meta也都是跑在自己前头 就目前来看不仅仅是手柄 Quest 3因为有了更高清的彩色摄像头和深度传感器 它的手部追踪应该也会有一定的进步 但手部追踪的玩家还得是软硬件整合度拉满的苹果Vision Pro 根据彭博社记者古尔曼最新爆料 Vision Pro虽然会兼容PlayStation 5和Xbox的游戏手柄 但苹果并没有打算为Vision Pro设计装属的VR手柄 后续也没有计划支持第三番的VR手柄 这不禁让我想起的WWDC当天有朋友跟我说 观看宣传片里模特永远优雅的 不超过10公分的动作和移动距离 他还以为苹果发布是史上最昂贵的三道夫XR设备 另外Vision Pro上的VR模式的安全区只被划定到了前后左右方向最大1.5米 也就是3米乘3米的正方形内 总之就是让人感觉各种VR模式的使用场景的需求都仿佛是在被边缘化 甚至Vision Pro从方方面面都在回避虚拟现实这个词 而是用全沉浸式的False Space定义来取代 不过想想这一切也都很符合苹果以Pizza Video 6Ru头显Y1的AR设备来打造Vision Pro的初衷 而在场外今天英国的金融时报又又又爆料说Vision Pro要减厂到40万台的厂量 我都已经忘了这第几次听到减厂的消息了 从100万台到40万台 再到20万台以及韩国媒体之前说的更离谱的15万台 我反正是已经对这种新闻完全脱鸣了 老实说来来回回也就是小几十万台的差别 今天可以减厂那后天就可以增厂 反正都改变不了Vision Pro是属于少部分人的事实 其实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是供应链上下 在Vision Pro吹起分之后的布局 比如前脚索尼刚说不愿扩大Micro OLED的场线 后脚就是三星积极采购RGB Micro OLED的成绩设备 所以这种新闻有时候听上去更像是供应链各个环节厂上的布局博弈和烟雾弹 咱们等着它们卷起来就完事了 最后的话我们简单看看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 是关于Meta和腾讯合作引进Quest有所进展的新闻 通篇一看还是重复当时腾讯XR解算时就已知的内容 不过我特意看了华尔街日报的原文 还是有一点需要大家重视的 就这个合作居然是扎克伯格在2021年电话会议里就率先提出来的 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苹果可以在大陆卖iPhone 特斯拉可以卖汽车 为什么Meta不能在那里卖VR头衔呢 也就是说是Meta主动想要进入大陆市场 而不是大家下意识地认为 是腾讯放弃致言XR之后才去找上Meta 其事就是腾讯内部高层对这一合作争议也很大 反倒是马化腾当时亲自拍板决定 双方可以先进行谈判 看看能聊出什么条件再说 不过我是完全不看好的 一个是本身Meta和扎克伯格知其的言行 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再加上目前国际时局的风险 这样的合作终究是个探索相云 第二就是国航版的Quest 会失去它所有的青春优势 这一点我相信没有必要展开说太多了 大家懂得都懂 总之想要入手课的三个话 大家到时还是老老实实在丁牢汇率 直接亚马逊直购才是正解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是陪着VR成熟 RoddyVR载入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